Hello 优酷的网友大家好 这里是优酷新直播明星陪你看 今天我怀着特别激动的心情 迎来了今天的大来宾 因为他就是颜值和演技的担当 而且今天带着他的新剧 是我们的剧制 赫丽华庭来到我们现场 欢迎演员罗继 欢迎 大家好 我是罗继 我在赫丽华庭当中饰演的是太子肖定权 特别感谢主持人 什么颜值什么 什么演技担当 真的是过奖了 没过奖 就是踏踏实实想去演一些观众喜欢的戏 然后也没啥担当不担当 忽然间显得我特别的轻浮 只提着颜值这方面的问题 其实说实话 因为我也不是一个喜欢按剧本来说话的人 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编导反映说 罗金老师可能是比较沉闷的那种 但是发现上场之后完全不是 罗金老师是一个特别火焚的 开场之前跟我聊了很多 因为我跟他说 我说自我介绍的时候要多说一点 他足足说了快五分钟 没有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刚刚他跟我说 他说主持人跟我说 说那个一会儿说Q到你的时候 说介绍自己的时候 你最好能不能把时间说的长一点 我心想我怎么说呢 我无非就说大家好 后来我就干脆 我说能不能这么说 大家好 我是罗金 我在《贺力华庭》当中饰演的是萧定全 然后他们让我多说几句话 因为他们要有时间在下面打上字幕 然后咱们就别这么迟钻了 把我这条底都说出来 今天特别开心 罗金能带到我们的现场来 然后其实等一下会跟罗金聊一些 我们贺力华庭戏里戏外的一些好玩的事 但是在此之前 要跟各位说一下你们的福利 如果今天各位参加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的话 将有机会获得罗金的亲笔签名照片 亲笔签名照片 而且如果是第一名的话 还有机会获得罗金现场的拍立得的大头贴 想放在哪就可以放在前方里 说送一个相机呢 相机才值几个钱 你的大头贴 我的天哪 不得了了 待会我可以多拍两张 然后自己留一张吗 当然别误会 是因为这个家里面妹妹什么喜欢 其实要跟罗金聊的有很多 这样我们先从一个最基础的问题来说吧 有做过这种陪看的节目 知道什么叫陪看吗 就是陪着看 解释的非常充分 三个字说的非常到位 对就是陪着看 但是不一样的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在不同的空间 但是跟所有喜欢你的人来一起看你演出的东西 但我觉得这个对于你来说可能还好 但是对于你所有喜欢你的粉丝来说 是一个特别开心的一件事 对我来说我也很开心 哎呀我又说话 哎呀我又说错话了怎么办 就是很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跟大家同步一起去看这个作品吧 知道刚刚我为什么说这句话吗 就是想用我的失误来凸显你对大家的喜爱 但其实不用凸显的 因为罗金老师确实很爱大家 这样我问一个我问过很多演员的一个问题 其实我也特别想去了解这个答案 我问过很多人要定权的这个人物 配音的时候我又重新再进入到那 重新又走了一遍 对 所以当我再看的时候 其实我的心里头其实会需要再去感受一遍 对 其实没感受一遍 而且同时我是觉得如果我自己认为 如果没有重大问题的时候 我可能很少会去也不敢去看 就是看了会有 而且因为我自己强迫症 我总会觉得哪哪哪不好 哪哪不好 哪哪哪不好 所以我就干脆我就很少会看自己的东西 我能完全能理解 就是每一次不管你做的有多努力 其实有的时候你在回头看的时候 总是觉得还差那么一丢丢 就觉得好像没有努力到 但是其实在当下那一时刻 已经尽到自己最大的努力 对 这就是没办法 这就是遗憾的艺术 挺完美的一个遗憾 对吧 对 这样啊 那个因为你今天来这 是带着我们这个《赫丽华庭》这部剧 可不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你觉得《赫丽华庭》这部剧 什么最吸引你 也是你为什么要去参演这部剧的 他就像这几天去做访谈 很多人都会说说 这个角色太子怎么没有主角光环 但我比较感兴趣的就是 其实我比较喜欢历史 我会知道 其实在封建王朝的时候的太子 其实真的不是像我们现实当中 想象的看到的时候 太子很风光 为所欲为 像王子一样 但其实不是 有多少太子真的是比《赫丽华》还要惨 受制于很多 对 他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 如何去生存 我觉得都是一个特别特别费劲的事 确实如此 确实如此 对 所以我看到《赫丽华》的时候 这是一个阳光 干净 然后有自己的坚持 的一个这样的 有梦想主义的这样的一个 我觉得是鲜活的一个太子 一个人物 对 所以我会觉得 虽然从表面上 世俗意义上来说 他的这一生过得好像 我们看着他觉得会有点悲哀 有点可怜 但我也是抱着这样的心态 想要去认识这样的一个 销定权 可是慢慢的你到最后 你眼着眼着你会发现 好像我自己错了 这个意思就是什么 其实他一点都不可怜 我觉得他是一个圆满的人 你对于这个人物的理解 是这样的对吧 对 其实我觉得 其实说的还真的挺有道理的 因为这样的一个人 其实我觉得特别是做演员 当你体会到另外一种人生的时候 其实是你在你自己的性格里面 看不到一面的时候 是有不一样的体会的 你有的时候对别人的不认同 其实是你没有身处其中 没有去了解到他的一个状态 其实有的时候 人的一辈子怎样活 其实说的俗一点 怎样活都是活 但是有没有活到你自己满意 这个特别的重要 有没有对得起自己 对 对 哇 这个 有没有是有没有坚持自己的初心 对对对 有没有一直都是为自己的理想和自己曾经最早的时候想要成为的那个人 你在一直付出努力 最终你是否真的成为了你想要成为的那个人 对 那以我现在就了解 我们就是随便聊嘛 就是以我的这个年龄状态 我去感受这件事的时候 有的其实我也在坚持做主持人嘛 但是我会觉得好像在某一时刻 真的你做到了自己尽力之后 真的像所有人说的一样 结果是真的那么重要吗 其实人生到底是什么是一个圆满 是我最后获得了我所有想要的东西 还是我最后倒在了我去我想要东西的路上的时候 就已经倒了 但这个结果我觉得已经变得不重要了 因为最终你还是要倒的 对 直接把我说过去了 好吓人呐 谁谁都是 谁都是 对 但是我觉得这句话其实理解起来 说起来几个字 但是理解起来很困难 特别是一种坚持 坚持的背后要付出的代价 真的不是两个字能替代得了的 就像做演员这一行 很多人可能做演员之后马上变成大红大紫 有些人还在默默地坚持 我觉得其实只要你坚持住了就是一种状态 其实我觉得不能说 有的时候我是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你热爱这个行业 你热爱你所做的事情 你热爱的话 而且你正在做着这件事情 你就去享受它就好了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可说的吧 没有什么太多要去想这件事的 把这个事弄得那么复杂 没有真的没有 开心就好 对 那既然说到开心的事了 咱们就别聊这个很沉重的人生话题了 这样啊 有没有什么拍摄过程中 这个幕后的一些小趣事 跟我们大家分享的 我们不是陪看吗 马上就陪 还没 还没 大家想多了解你一会儿 大家想多了解你一会儿 先聊会儿 对 有没有这样的趣事呢 趣事 其实就是也还好了 我觉得 也还好是吧 我特别一直在注意 就是当我们那个最开始几集的时候 会在那个冰天雪地的那个状态之上的时候 当时我能问一下拍摄的时候是十几月份吗 拍摄的时候 那场戏 就最开始的那场 就是你在那个外面祈祷着这个 你是真的不知道我当时身上出了多少汗呢 哎呦 对 就是 是大约几月份 八月份 九月份吧 八月份吧 但是我 因为我挺仔细的去看的嘛 因为你当时去演的时候 特别是 把这个袍子都脱掉 然后最后这个 这个 跪在这个店前的时候 然后就是应该是 剧里面的状态 应该是动了两三个小时那个状态 那种状态真的演得很像 就是 那种坚毅还在 但是冷的又 眼神在晃动 但是但其实就是 真正要考演技的时候 因为在那么热的天 那其实是热的 热到极致 热的眼睛晃来往去 热到极致自然冷 OK OK 其实还有很多样的事 要跟这个 不是乐极生悲吗 悲极了就乐了 那热极了就冷了 好 我们马上进入我们这个这个 陪看环节 但是在此之前呢 其实说实话 就是稍微有两个问题 考考你 你看怎么样 稍微有两个 这个 我们就当做小游戏嘛 来缓解一下这个这个 这个赠维好不好 我们的氛围已经很活跃了 你的意思是 直接过掉我们这个小环节 这样啊 因为我听你的 你觉得我们今天 不聊这个小的冷知识了 我们直接过掉 你看怎么样 冷知识 对 冷知识 是要考你的冷知识 是很冷的吗 基本上很冷 有一些我不太知道 你怕不怕丢面子 我不怕丢面子 哎呦那 那我就要应所有的观众要求 来考考你 万一你没答上 是不是大家可以看看笑话 我本来就没有什么面子 这样啊 我来问几个简单的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知道啊 这其实跟古代这些文化比较有关系的 比如说啊 太子冠礼是指古代男子几岁举行的仪式 这个其实我是知道 因为我看了你的戏我知道了 20岁嘛 对 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啊 我们编导就不要出这么简单的 再侮辱我们罗金老师的智商好不好 没事 我智商其实也不高 不是我说的 网友攻击 不要攻击我 是罗金老师自己说的 不是我说的 不是我说的 这样剧中的老师送给太子的这个卢快 纯菜庚还有菇菜表示着什么 是要此官回乡 哦对 这个其实我是不知道的 但是其实我会发现 你没发现就是古代和现代的这种状态 其实有的时候是一样的 有的时候不会明白 要把这个话说出来 它是含蓄的 对含蓄的 而且我觉得我们的这些传统的美就美在这了 对 它不会直说 它会有寓意 就是像我前两天 我去故宫 去接触到故宫的人 他们那些专家也说到过 就是大家都 中国人很讲究的是一个 就是寓 就是比如说白菜 就是寓意 寓意 寓意 它会有它的寓意 对 所以它包括它的表达 它的说话其实也是这样 对 其实很多话说白了吧 就反倒就 就没有那种美感 对 其实我这一点体会相当的深刻 我们老板其实有的时候就会用这种寓意的方式 说 每个老板 就是我的老板 老是说我的名字叫李响 李响 你天天这么嘚瑟 你咋不上天呢 我经常回老板 老板 谢谢 谢谢老板 我会飞得更高的 现在想想 好像不是在夸我 不是在夸我 这样我们最后问一个好不好 这个太子成婚时桌上摆放着大枣花生 柜子还有帘子表示什么意思 这题就不用你来回答 这么难了 我觉得这样吧 就是这样 我们让那个观众回答 然后对了的就有奖品 对了有奖品 是不是 我看看弹幕上面会不会有很多 这个就根本就不用考嘛 这个问题真的是 你也太瞧不起我们罗金老师了 这个不算冷知识好不好 这个这个简直了 是挺冷的 是挺冷的 只能按冷来说了 这样我们 因为你也知道 我这个人喜欢实话是说 因为我们节目时长 是有很长时间 我们不能直接就开始看 陪看 我们还是要有时长的 我再来最后一个小游戏 来跟你一起玩一玩好不好 比如说我们现在就出 我们这个音频时景 我们会播放三段 十秒钟的音频 您来猜猜所处的环境 然后也来看看 您对我们整个 整个这部戏 现在回忆起来 这个状态好不好 OK我们播第一段音频 壳袋的意思 我看因为刚刚你已经提前把台词都说出来了 到现在还都知道这段的场景是 是在陆文西的家里 是吧 我觉得说实话 我觉得因为这个戏已经拍过这么长时间 你还能记住当时那个状态和场景 是因为他印象很深刻吗 对你来说 其实都还 我也有猜不对的时候 不能给自己说的太厉害 不能说太厉害是不是 万一下一个音频 你一下没猜对 万一我没猜对那怎么办 那我们最后出一个音频 再听最后一个 万一你要是猜不上来 我也有话来跟你多聊一会儿 我们播第二段好不好 我也想当一个纯洁无瑕的赤子 我也想安心当这个国家的礼器 跟老师 我也想像书上说的一样 诚心均义 子孝父子 胸有地功 可是 实在是太难了 这是跟老师在职房里的戏吧 对不对 确不确定 确定 确定是吗 确定 对的 完全正确的 你还现在还能再回忆起来 当时那个状态是吗 当时老师的桌子旁边有一个左边有一个火炉 哇 对 然后好像这场戏是在那个桌子那儿跟老师说的吧 是吗 你知道 我一定要打断一下现在的节奏 你知道 因为你看不到 在我的左耳朵上有一个耳反 耳反是会所有的导播间里面的人说话 我都能听得到的 你知道他们说什么吗 最强大脑的现实版 因为你猜的全对了 不是猜的了 其实是你对那段戏的印象记忆这么深刻什么 就到那个程度 是那个吧 对 是这个是这个 里面已经完全肯定了 而且 导播间的各位女孩朋友 我也好想拿个耳机跟导播间说话 我跟你讲 你千万不要 你千万不要 你知道 我现在都要被他们烦死的 因为我要一边跟你讲话的时候 一边听 哇 他怎么这么帅 能不能花点时间夸夸我 不要罗继来了 就只说罗继好不好 我现在过去说 我们跟罗继玩 我一直到后面就说 就是响歌很帅 响歌很帅 哦 哦 哦 导播间帮我把这段录下来 我要在我的朋友圈里面滚动模仿 谁说这段就要掐了 这讨厌你们 跟罗继聊了很多 然后我们也马上进入我们的最重要的环节了 也就是陪看环节 然后在陪看过程中呢 我们可以畅作预言 可以多聊聊 所有的这个 网友朋友 如果想要有互动的话 可以多发我们弹幕 我们可以跟罗继来一起来聊 好不好 来 我们看第一段 一二三走 这要需要魔术 老师 外面还在查些什么 老师 和王老师的对手戏 天下 还记得吗 这段应该是 呃 带副准备要对你进行诚戒的一套戒指 还是很小的时候见过 没看过 对 你跟大家一样 一起来好好看一下 卢中诚 请你来教我家子弟 你的学生 如有不用心读书 不遵教诲之事 你不必去抱他父母 可以自行教训 陈锦记 其实有时候特别想问 比如说 在拍古装戏的时候 现在这些公衡礼仪的话 你说你们演员是要提前 要很长时间去来适应和学习吗 这个戏我们是提前了半个多月 进到剧组 然后白天是去读剧文 所有的台词是一句一句读下来 所有的角色也都在 所有的演员都在 包括导演也在 把所有的剧文全部读完 晚上或者找到空余的时间 会有一个专门的 关于宋朝的礼仪团队 去教我们 单独培训 怎么站 怎么走 然后怎么去行礼 如何去点茶 它是一个 很系统的一个培训 要从头到尾的来一遍 刚刚其实我们看到就是 其实太夫在打太子的时候 这种严实的这种状态 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 你私底下是什么样的人呢 你会是那种严实类型的 还是磁石类型 比如说一个晚辈 小辈做错了 你是怎样对待他的 我比他还不靠谱 这个采访 你不会的 真的 你是愿意去 假如你看到晚辈做错了 你会怎么说呢 挺好的 是鼓励型的算是 因为人都是成长过来的 其实你会知道 每个人都不可能不犯错 但如果犯错的情况下 你能够对他有积极的引导 他是可以真正认识到 并且能够有一个好的心态 去接受的 但如果在本身就犯了错 对方心里很紧张的情况下 你还给他施加压力 这可能会成为他的阴影 那你是标准的 很善良 很慈善的这种 善良的人 很慈祥的这种老师 其实就是解决问题 有一万种方式 能够去用正常的方式去解决 我们就不要去用极端的方式 那如果说这个人没有记住 这个状态 他没有得到阴影的成绩 他觉得好像我的老师 如果他不认真 他就应该得到成绩 那我大约明白您这个意思 其实还是要看他 当时的日常那个状态 对 王老师 王静总老师 一直是我特别喜欢的 一个这个演员 老戏舞演员 和他对戏的时候 他会去来教授你一些 比如说演戏上的一些经验 会我们都会 都会去讨论这些东西 经常都会讨论 其实我不知道 我说对不对 我觉得有的时候 就像我们主持人 跟一些老主持人一起去主持节目的时候 其实他就算不教 你看他的状态 看他的眼神 你都能学到东西 其实是这样的 你只要有心 教不教你都会学到东西 对 你如果没有心 他怎么说 他怎么教你 你也看不到 意义都不大 对 还是看你对这个行业到底有多热 真的是 为什么过去都会说偷师呢 其实一般偷师的人会学得更好 对 因为他那颗渴望的心 其实真的就是在这个地方 就像很多人 他会更加的珍惜 对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最重要的 好多人都说 选一份职业一定要选自己爱的这个行业 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如果你不够爱他 你的努力程度永远比不上那些 你爱这个行业的人的那种努力的状态 对 对 你会遇到一点挫折 就是这么苦 要不就算了 但是对于很多爱这个行业的人会说 这个苦我愿意吃 我想吃 我想把这条路走到底 我问一个挺白痴的问题吧 就是因为在所有的对白里面都要回不到古代的状态 平时你会 假如说就是我们这场戏结束了 然后回不到正常 我开始吃饭 然后开始各种背板子吃 我脑子是正常的 还是正常 但是话里面还会带原来的状态 比如说司机师傅 马夫把车开 我不是很聪明 但是我脑子正常 我不是这个意思 大家别误会 就是挥克正常的时候 是能马上能切换吗 因为语言环境是彻底的变化了 都是正常 就马上再切换回来 实在是太难了 不是在执房 对 你看那个桌子左边有一个火炉 简单一行的道路 哇 你是怎么记得住 君子姓陆 不但要提防小人对自己的伤害 更要提防的是 和小人对抗之事 自己对自己的伤害 说什么 哇 你听到了 他说什么 你悄悄地跟我说 不要告诉他们 我悄悄跟你说 他让我问你问题 什么问题 他说想问问你 凭你之前演过的角色里面 哪一个让你印象最深刻 你愿意回答 不愿意回答就当没听到 你不是这样的啊 每一个角色 对于我来说 我开始看到的是文字 你是不屑身为的人 因为我会喜欢这个角色 所以我会想要去认识他 你人话一点来说 就是这每一个角色都是 我和参与到这个系的创作的导演 包括其他的演员 我们在一起把这些角色一个个从文字里面拎出来 变成他会走路会说话会动的这样的角色 所以好像没有说 每一个角色是我一定是最喜欢的或者不喜欢的 因为每一个角色他都在让我成长 都在让我一点点的去变化 所以我是觉得我对哪一个我都很难割舍 其实在对每一个角色 你已经都付出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至少在你的年龄当下的那个时候是最大的努力 对确实是这样 其实认真对待每一个角色也好 或者是如果我们说到平常人的话 认真对待工作上的每一件事才是最应该做的 也许你日后翻过头来回头再看 我当时这么做好像是错的 但其实当下如果你进到了100%的努力 我觉得就足够了 我说的这些道理殿下总有 其实看到贺利华亭的时候 我印象挺深的就从开场的时候 你就经常在哭 要么被冤枉 反正各种要么就是跟父亲之间的这种感情上的东西 一直都在哭 然后你知道网友会说太子殿下是个小哭包 然后还有男神 不是男女的男 是很艰难的男神 你听到这种评价你会觉得有反感吗 还是什么感觉 不会啊 你怎么去评价这样的一个对你的称呼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就是大家看到了有这样的感受 然后就会有这样的表达方式 就像肖定权一样 他处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头 然后 周边所有的人和事 他就是这么发生了 然后对于一个 处事不深的一个这样的人来说 就处事不深的人这样的人来说 他很难免就会暴露出自己的缺点 对 因为如果他真的是非常的老谋深算的话 到时候大家又会说 另外一种 就不是这种 但是所以其实你说这个哭包也好 还是说男神也好 其实有包意也有贬义 但是重要的是 作为我的角度上来说 我怎么看这件事情 就是我是否用心的去面对我演的角色 我是否也是像你说的一样 我在此时此刻尽力了 如果尽力了 那如果是表扬我 我很感谢很感激 因为这是对我的认可 如果是在贬义我 那么我也是觉得很对不起 我可能我当时的能力也就到这了 我觉得然后 我会从中去吸取教训 OK以后我应该怎么去做 怎么去理解 但是其实是这样的 人性和情感 每个人的表达方式 其实都不一样 对 你说君王就不能哭吗 刘备天天哭 对吧 你比如说唐赛宗 包括就是你会 你会发现 其实每个人的情感表达方式 其实都不一样 但是其实我跟你们的理解 我觉得小哭包 或者男神 是褒义 我说心里话 没有任何这种官方拍马屁的这种状态 我觉得是因为你把这个角色的形象 塑造成大家心坎里的那个状态 所以大家才会关注到 他是一个经常哭的这种态度 但是你不知道吗 所有的网友 喜欢你的网友 或者看我们这部剧的网友 他们很着急 因为他们看到前集的时候 我喜欢的人怎么就一直这样呢 他们特别想问到底到多少集的时候你可以崛起 变得厉害了 逆袭一下 今天 今天就可以 一会儿 一会儿就可以了 其实这句话是告诉大家的什么 就是一直追看我们的剧 一定别忘了 是今天吗 是今天 得到了肯定 是今天各位 看完这个赶紧去看我们的赫里话庭 OK 其实我在刚开始看的时候 也跟其实很多的网友是一样的 我就只总觉得 哎呀 为什么太子老是受这么多欺负 又是被冤枉 又是这个 就看着着急 真的看着着急 我是前几天开始看这部剧的 就看着很 就是有点虐心讲实话 为什么大家会说小酷包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 跟我有一样感受的观众朋友 今天晚上一定要守在电视机前面 好好的来看一下 今天晚上就要逆袭了 今天晚上就要逆袭了 赫里话庭 我也要戏里面解放一下 待会儿主持完之后 回去我再继续补一下 有时间就看看 哎 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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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组人呢 因为他确实 剧组对于这一块 其实就是怎么说呢 宋代美学的东西 包括你像他们的服装 包括茶道之类的 其实说实话真的 我以前我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点茶 嗯 你是不知道之前知道的 你过去你知道点茶 我完全不知道 对 到现在你刚刚说的那两个字 我才知道那两个字 点茶 点茶就是现在 他就喝出来的东西就像抹茶 那个时候就是古时候的人 宋代的人经常会有豆茶的 就怎么豆茶 第一他的茶叶 还有他的用 比如说很简单 他的水抹成茶粉 他的茶粉的那个细度 包括他的水的温度 包括水倒在茶粉里的 就是节奏 就是心理节奏 不是心理节奏 就是他的速度 速度 就是他跟写毛尾字是一样的 这是一种很艺术 这是一个 对 就是当时很流行 他最终是以什么为标准呢 就是第一 是你茶的味道的醇厚度 还有一个就是 他打茶 他打茶的时候 我们会有那个竹子做的那种 但是有很多材质了 但是大部分都是竹子做的那个材质 他在那个茶倒上水之后 他要一点点点点打 打完之后再一点点加水 再一点点打 他的整个动作 其实就像毛笔字 毛笔字都是用万里 他是有共通的 你知道吗 就是打茶打得好的 他那个茶打起来以后 他那个泡沫在上面 是非常非常细的 就是他的密度会非常 就是他可以留很长 他都那个泡都不会 泡沫 泡都就像现在我们喝的卡布基努 就是那上面那个泡 奶泡 我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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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奶泡 但是茶里面是没有奶 就是奶的成分 所以他要通过这样的方式 就是各个因素 导致于你可以打出这样的好的茶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 就不光是在喝茶了 所以而且很遗憾的就是我后来我听说说现在对于点茶这个点茶文化做的最好的现在不是在中国 过来过来过来 实在 对所以我是觉得我们还是要慢慢的去捡起我们这些好的东西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戏其实你会看到一些关于这方面的介绍在里面 其实像我们这部戏就刚刚你介绍过的时候让我完全有种感受 就是其实在我们拍摄很多的这种历史剧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在帮助观众把很多我们古代所稍微有点遗忘 或者不被大家所熟知的一些文化再翻出来给大家去呈现 这其实是我们祖宗一直在做的一种事 对吧 就比如说茶这个事 我觉得很多时候喝茶呀或者是大家一起去写字啊 有的时候是一种交流不真真正是为了我今天就为了喝一口好茶 有的时候做的是我们闲谈的状态这种一种方式一种感受 对其实你说现在信息越来越发达科技越来越发达 大家现在都很少会去拿起笔去写字了 所以现在我是觉得如果是有空有时间的话 其实写字跟对方的沟通和交流应该我觉得他会真的会 现在的人已经很少有那种见字如见人的感觉了 现在不会的对 我们小的时候还是可以的 我们是刚上大学的时候 对我不知道你多大 反正我小的时候 我83年比你小一点 是吗 我93年 哎呀哇我又不会说话了 但是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我那句话没说错 我觉得一个男人的状态和担当其实跟年龄是不相干的 其实是跟自己的阅历和状态给大家呈现的东西 对其实像肖定权这样的人其实放在那个年代他真的会早熟 对对他真的会早熟 因为你在那么小的时候就在经历别人可能岁数很大的时候才经历的事 就完全不一样的 有一句咱们中国的古话叫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其实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很多人你看起来他岁数不大 但其实他阅历已经很多了 我刚刚聊到茶我特别想问个事 如果你把你自己比作一个茶的话 你觉得是哪一种茶的 你感觉对对 我帮你说吧 绿茶吗 绿茶是很清新脱俗的这种状态 对应该是乌龙 不是不是乌龙 龙颈 龙颈 这样吧要不就叫花场吧 长得像花一样 我都不好意思绿红了 我刚刚一直在聊天都没有陪大家看剧 我看看大家还有个书什么的 刚刚弄得我现在有点花痴一样 其实我也很激动 对对因为可以看到 你知道其实在演播间里面 一直都是我是比较帅气的那一个人 然后人家来了一个比我高出那么多的 我心里面也有幸福自在 别别别 在优酷直播的陪看的房间里没有人能抽得过 你是这的霸主 现在我跟你讲 我今天最大的收获就是我要截两段屏 一个是你刚刚收获很帅 就是刚刚这一句话 接下来反复的发朋友圈 我对 他们说 他们把考题实现托人送到号房 可是没想到临时改了号房就落到了顾彭恩他们手里 顾彭恩他们现在彻底撇清了 但是 今天在刑部的事 你该怎么解释 哦对 就看着这段回想起来了 就我从开始看的时候我就觉得 陛下对你有点太严了 这是最脏的 这是近似于苛刻 在我看来近似于苛刻 因为很多事 因为我在看剧的整个过程中 我是觉得我有点着急的状态是 我觉得其实陛下是看得懂的 那为什么还要这样去严格的要求你 就是你 如果说是你的话 你觉得在生活中 你是支持哪一种教育方式呢 严妇 严妇的这种教育方式 就还是要对自己的孩子更严重 你是男女生都是一个状态吗 不不不 女生就不是了 就是还是女孩富养 男孩穷养的这个状态之内 对 其实我觉得是应该的 男孩比较疲 我不知道你小的时候 生长环境是什么样的 是父亲对你很严厉吗 对很严厉 很严厉 非常严厉 会比如说你学习成绩一些 不太好的出来了之后 然后会很严厉的批评你 或者是揍你之类的 所以我小时候来说 其实学习成绩这事 其实已经可以抛开 说另外的别的事了 学习成绩是另外一个维度 是一个严厉的事 其实说实话 我也是跟大家聊天 分享一些我的事 我小的时候就成绩很不好 我爸就是个严厉 把我打到那种怀疑自己是不是亲生的状态 但我觉得其实是有用的 对男孩来说其实是有用的 因为我觉得你过早子去体验一下被惩罚的这样状态 你会对世界上很多事的状态从小就有一个历史 这件事是真的不能做的 当然也要父亲有一个非常好的这种判断 对吧 还是应该的 如果是女儿 如果是一个你支持怎样去培养女孩 怎样培养女孩你能觉得是比较合适的 高兴就好 开心高兴 散养 高兴就好 这一看就是慈父的状态了 这个上面会 他会有评论 会有 但是我可以如实的 因为我 说实话 关注主播 喜欢主播 我其实为什么没太被大家念这个弹幕呢 因为那你自己来看好吧 也不是我瞎说 对不对 比如说 太帅了什么 太多了 就是我念不过来 说实话 各位 我真的帮你们念不过来 因为大家都在发这样的 你们可以看得到 又想追剧 又想看直播 我直播现在已经开始了 那个剧已经开始了 没事 剧可以等一下看 都可以 或者你双开 懂什么叫双开吗 我这句话我还想看 靳哥哥身上有一种独特的气质 还是让人喜欢 其实是 好了好了 别看了 别看了 我们看见别的 你会太凶吗 会看这个 看见别的 也是因为这个 哦 他会 至少 我会牵连到你 有人批评我的 说可不可以多聊点剧里面的事 估计是 这名观众朋友 应该是很 一直在狂追这部戏 其实 我觉得大家还是 我们可以 稍稍跟大家去聊一点 台阶幕后的事 但我觉得还是自己去 多多感受 我觉得会更好点 你在这儿 让罗宁老师 把这所有剧透都给你透了 你回头看什么呢 对不对 也不是特别好 你看看 夸人真是挺多的 因为说实话 我在这个直播间里面 也做了很多自己节目了 就是弹幕这么疯狂的 这是第一次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因为我已经念不过来了 本来我还想刚开始 来去跟他 大家互动一下 因为大家 你们也可以看到 这真的不怪我 你们可以看到 你们这个弹幕飘的速度 我们根本没有时间看过来 真的啊 各位 可这些事 只有朕明白 你要我都看一看 会不好意思吗 都是在夸你帅 没有 我在看原来 这个画面是这样的 对 我们是分屏的 这样的播出 这种画面 大家一部分在看 这个 你的戏 然后另一部分 在看我们 去聊天 聊一些台阶幕后的一些事 总要有人朝来担责 那这样的话 等于就是 他这个屏幕 基本上就是 这个转不了 他如果是打开的话 可以 是反了 原来我这么小呢 但我们就横着来看好了 这样也很舒服 但这个弹幕我们看的时候就更费力气了 其实我看戏 我看戏 我很少会看弹幕 很少会看弹幕 干扰我看片子 或者我要是看弹幕去了 我就突然 哎呀 前面片子 我又没认真看 我在这干嘛呢 我就是不能一脑多用是吗 那不叫笨 那个叫专注 所以真的是这样的 叫专注 我最开始的时候也是 就是我很难看弹幕 因为很难两面兼顾嘛 但我发现很多年轻人啊 他们是非常喜欢看弹幕 而且乐此不疲的在看弹幕 数珠啊 哇 这么会说话 是吗 9595 95年 我这个状态说95年会被人骂的 我还是说回来我83年 你不是数珠吗 95的 那就是了 那就是了 我要帮你们看看弹幕啊 各位 别别说我不看 我帮你们看看啊 然后说 罗靖帅的啊 我就不帮你们多表达了 因为太多 好吧 还有说你都不理我 没有 不是我不理你们 是我真的这边太多了 然后这边我也在看男神 我跟你们的想法和状态是一样的 我也是追星的人 好不好 有人在问剧情 有人在对吧 有人在问剧情 但我说实话 我都不太知道 因为很 因为我是那种性格的 就是我不太喜欢看 听剧透 听完了 那我再看 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我就很难受 对 所以我今天没有敢问你特别多关于这个剧情之后的发展 其实我也不知道 你问我也没有用 用我没有看过 但是你参演了 这样换 这样换 这部戏的导演会不会很生气 我也不知道 因为他后期他会有不同的剪辑 对对对 所以最终剪辑是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结局我也不知道 所以各位哦 不是我不帮你们剧透 是 所以我本身我也不知道 谢谢你帮我解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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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我真的会被网友骂死的 真的 我们那个编导会收集资料的时候会看到 说那个卢太夫最后还特别担心太子这个安危吗 然后有很多网友就说 觉得卢太夫比殿下更适合做太子的爹爹 你是觉得你怎么看待这句话 就是你是希望 你其实是很简单吗 其实两个人的性格状态有还是稍微有不一样的 你是怎么去看待这两段关系的 一个是师父和徒弟 一个是父亲与儿子 看似是师父 老师 但是就这样的话 像父亲一样的存在 确实是 看似是父亲 但好像给予的关怀又还比老师好像更少 真的是这样 能感受到 所以他很多时候寄予卢尚书的情感 会多很多吧 就像 就像肖定权心里的那一抹阳光一样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 在看你跟这个卢尚书在一起的时候 这种状态 就是像有一丝希望 有一丝依靠 有那种就是 我虽然我很坚强 但是当在我有点脆弱 我也需要有依靠的时候 其实我是愿意跟这个太夫去分享的那样一个状态 所以你看因为他爹对他这样 他没有办法 他只能 这积极的时候 就是挺难去权衡这样的一件事 你说当父亲呢 我觉得这个郭老师 就是郭德纲老师曾经说一句话 说天下的父母没有不疼爱自己孩子的 但是你在家里不把他骂够了 出去他被人骂一骂 可能觉得天就塌下来 你在家里把他骂够了 出去了 再大的事他也能顶得住 我觉得这话说的挺有道理 但是作为一个父亲 挺难受的一点是 他也会心疼 他也会心疼 在我去惩罚我的孩子的时候 也是那种舍不得的那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有时候在看戏的时候 最开始开始说良心话 良心话最开始的时候 会觉得陛下有点太严了 我会慢慢看下去之后 我觉得可能是我自己的感觉 我会慢慢挺理解这个状态的 这样的一个一个皇上的状态 其实因为 还是那句话 就是如果只是君和臣 或者只是父和子 他们都会相处得非常好 对 但是因为这个两者特殊的关系在里面 所以 因为首先你会看到第一场 你看那天在雪地里那场戏 对对对 雪地那场戏 那场戏其实 他给的第一个信息点 他给的第一个信息点 其实就是什么呢 太子冠礼的事情 他不惜想要动用武力去赶他们 他们都不走 可是当太子来了之后 带着大厂 带着暖炉 对 来跟这一帮重臣 说了不到十分钟的话 全都走了 对 这意味着什么 太子在所有众臣的心理的位置 对 所以你想皇帝在圣年期的时候看到 当然了 站在太子的角度上来说 在他的心里孝是第一位的 对 他所有的出发点都是为了他的父亲好 想要为他的父亲担忧 想要把这个国家 他该做的事情他要做好 因为萧宁权心里一直在想的是在其位者 在其位者担其责 他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 对 他没有任何的歹念 因为宋明师也是帮着老爷子送的 对 但是皇帝心里头可能多多少少 你说他一点戒备心都会没有吗 对 所以这种时候 那皇帝可能就是包括 其实萧定权本身其实他也很聪明 他的能力也是这几个儿子里最强的一个 再加上他是储君是太子的身份 皇帝对他的约束 他一定会是最强的 否则他将来 他的要求如果不高 否则他将来怎么去当一国之君 他也安不住 对 所以各方面的因素导致于父子之间 就变成了这样的一种关系 这是表象 对 再往后伸一层 伸一层的是 第一个事件 一环扣一环的是 其实皇帝这么做 是为了让萧定权的舅舅 出兵 把他支走 就是他是一环套一环 因为他会有这样的顾虑 导致于他会去 因为萧定权身边最重要的一个人之一 就是他的舅舅 他舅舅掌握了当时所有的兵权 对 所以他掌握了兵权的话 那自然就会有很多人 对吧 也是对皇帝的一个威胁 所以他会用这样的方式去削弱 无形当中 萧定权的舅舅强了 那也不就是萧定权强了 他无形当中 其实他做这件事情 又把他的舅舅支走了 你的这边就变得稍微弱一点 我这边稍微再反上来一点点 其实就是一个权衡 对 所以他慢慢的 他就会这种关系 但萧定权想的不是那么多 所以说为什么萧定权 就是很简单很干净 他只有一个想法 就是为我的家族 为我的国家 为我的父亲 去做一些实事 可是当他越这么做 做得越优秀 问题可能就越大 越多 就跟这个第一场 这个我印象特别深刻 明明是这个皇上没有说 给大臣们去送一副送暖炉 然后您来了说 这个是皇帝为你们送的暖炉什么的 其实对于你来说特别简单 对于这个人物来说 对萧定权来说特别简单 我只是让大家更喜爱我的父皇 但是其实皇帝那个时候 我印象没记错的话 说了一句话 他说什么 他把他做的好事 归在了朕的头上 说了那么一句话 其实那个话的意思 言外之意就是 有一点威胁到我的 那个状态之上了 所以就像你刚刚说的 你一直萧定权那个人 一直在努力的 很简单的努力的 去帮整个家族 但是其实大家的理解 都不一定到一个点上面 对 所以其实这个戏 还是真的挺耐看的 就是你 如果是说你能够静下心来 仔细的去看这个戏的时候 你会发现 其实光是前面的一小段里 其实它就会有很多的信息量 我是被前面就那么 前面这几集 就真的是一环扣一环 而且这个季我不知道 因为你可能 说了你没看 又不知道是不是很合适 我是从前面开始看的那种 就是一环扣一环 就这事还没结束呢 我这心还在这悬着呢 啪 第二个事又出现了 但要怎么办 怎么解决 好像是处理的还不错了 感觉已经处理到八分了 啪 又翻回来了 一下又跌到五分之下了 你这心又跟着悬着 所以我觉得 这个戏好看在于 环环相扣的那样的一个状态 让人觉得很舒服 所以各位千万别错过 一定要多多关注 我们的鹤立华庭 现在已经在播出 OK OK 今天跟这个 罗静一曲聊了很多很多事 然后我们也给陪大家看了 这样我们马上到 节目最后的时候 再稍微的舒缓一下 因为我们一直看这部戏的时候 这个沉重的氛围 稍微舒缓一下 比如说问几个快问快答的问题 好不好 比如说第一个 觉得自己跟太子殿下的角色 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 就是你自己 我自己啊 你自己 是一个理想主义 你自己是个理想主义者 对 然后 也挺愿意去坚持的一个人 然后也挺干净 你一直有艺人 是要评价自己 因为干净 因为毕竟我每天都洗澡 对 一下说到最本质的 对 一天都不辣 你这样说的我很脏 所以我也建议每天还是要洗洗 洗个澡 对 然后呢 但不同的是可能我没有他那么极致 没有做到那么极致的 所以我是羡慕他的 他是一个其实挺敢的一个人 其实萧敬权是一个挺很勇敢的那样 他是一个很正直的人 对 而且是 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小妾而有大勇的人 嗯 那你觉得你只有言外之意是自己不够有勇气 在生活中的状态 我是有一个 我是一个 就是大勇的人 你只能说你是爱洗澡的人 是有大勇的人是吧 刚刚我们只是小试了一下牛刀啊 然后我马上给你出一个挖坑题好不好 挖坑题 然后你斟酌着回答就好了 就是如果满分是十分的话 你给自己在这部戏的演技打多少分 怕是我自己都会吓到我自己 零分好像有点低 吓 把我吓一跳 他还说自己演零分呢 给个四五分吧 给个四五分就 对 你觉得没有到及格线吗 我了 嗯 你自己认为 就是我们就是凭着自己的感受说就好 是吗 我是觉得 我每一部戏 我每一部戏 其实我都是当成我的第一部戏和我的最后一部戏在演 就是你想想想想 其实每一部都在尽力什么 对 就是我去打这个分吧 所以叫挖坑题啊 对 对 我可能 我可能不会给什么高分 反正我 我是一个逼死我自己的人 哦 哇 你这句话真的 真的打到打动到我这个心眼里面了 我觉得人做任何一事 我不知道你平时私下做事是什么状态 我觉得只要你真的想做一件事的时候 真的要逼死自己 而这个逼死不是说真正生理上的 就是你要达到你自己能承受的极限 对 因为你一旦不这么做 你很难把这个事做到比别人好很多的一个状态 挑战不停的去挑战自己的极限 对对对 那这样 我特别想问一个几个事啊 比如说 你想 如果现在给你个机会 你可以拥有一种才华的话 你想希望是什么样的才华 可以让所有人都变得很快乐 哇 这么伟大吗 对 我刚才说我的我的才华是 一兜手就可以来钱 哇 幸亏我没收取了 感觉我很低档次 哇 这么大爱吗 就希望别人都快乐 那你日常生活中是那种 比如说朋友聚会的时候 会觉得 希望我是那种桌上朋友都好开心 我才能开心起来 对 有一个不舒服我就觉得 我应该做点什么 让我的朋友开心一下 不然我自己不会舒服 你是那样的人吗 对 我希望跟我在一起工作 和跟我在一起接触的人 都能够有一个非常轻松的心态 嗯 然后 生活不易 生活不易 我们多一些开心 不是很好吗 我说两句话 我是觉得 最开始还没有在 要跟你一起做节目的时候 我会 我直观感觉 是觉得你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 但其实我发现 不是 我是个不正经的人 也没有了 很爱干净的人 对 每天都洗澡人 只是就是 那种感觉其实是很 很带给人 很多正能量的状态 我以为你是那种 不会去跟我去聊很多 然后 稳稳地坐在这去讲一些事 但其实发现不是 其实每个人 带给别人的快乐方式 只是不一样而已 我可能带给别人的方式 可能就是那种嘻嘻哈哈 但每个人状态不一样 但不代表说 你为大家输出的东西不一样 还是希望所有人 快乐高兴 还是好一点 对吧 对 这样 再来一个问题好不好 你有没有想做又不敢做的事 想做不敢做 对于我来说跳伞 也不一定这么肤浅了 你可以说的很深沉一点 没有 就是你想的事都去完成了吗 基本上我都会去做 或者预谋去做 或者预谋去做 对 那近期有什么 最想去达成的一件事 一个目标 我觉得人活着它其实都会有一个目标 最近啊 嗯 我挺想 挺想的事情啊 嗯 滑雪 就很简单 其实我 其实很简单的 对我 我是特别容易得到满足的人 哎 是不是 哎 我也是 就是我觉得会滑雪这个东西 会让人看得很有动感 然后又很帅气 就很酷啊 对 其实男生有的时候跟大家来说啊 我觉得罗金也是一样的 其实男生有的时候特别特别的简单 那个网上有人说说那个 大家健身都是这个目标都在改变 我从来没有改变过 我只是为了更帅一点 就 其实男生有的时候真的很简单 就是看了一个 比如说我们看到滑雪的一些视频的时候 我觉得这事特别酷 我就想去尝试 其实最简单的事 也是最容易得到快乐的事 对吧 对 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 有没有你想挑战的角色 迄今为止还没有挑战到的 因为很多 因为我跟很多演员聊过天 有的演员 他经常会演一些比较文系的时候 他会想挑战一个狂躁的人了 就是性格反差 跟他本身反差很大的这种角色 你会试想 他说我还是 演我以前的那样的状态 比较多一点 我最得心应手的还是说 我也想挑战一些喜剧 像我这种要耍宝这种的 或者是什么 有没有这种欲望 小时候有 小时候有 但现在好像慢慢的就 有点随缘 就是 小时候我们都很想演变形金刚 我们都想演英雄 我们都想演英雄 这是所有男孩的梦想 对 我觉得你既然那么爱干净 可以演一个开澡堂的人 洗澡虾 洗澡虾 没有 其实我是觉得 就是慢慢的你会觉得 那我要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顺势而行 那我要做的事情就是 随着缘分去慢慢的往前走 但我真的是在用心的去做对得起自己的事情 去做我热爱的工作 去踏踏实实的把眼前的事做好 这个说的特别对 我觉得就是对得起观众最大的一个前提 就是你要首先对得起自己 对吧 你要把这件事做到极致 所以说我们所有的网友朋友们 在我们关注我们那个《赫丽华林》这部剧的时候 今天跟大家去聊了很多 我们的罗靖也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在这部剧上面 好不好看 各位看了就一定知道 因为我已经追的不停的在往下看了 所以说各位一定要多多关注我们这部剧 还有就是下面的时间其实就很简单了 可能要劳烦一下你了 我们这有笔好不好 因为很多在发弹幕的人 其实就等这个 其实就在等这个 各位可以多多在 现在也可以参加到我们这个弹幕的互动中来 因为罗靖正在现场为大家签字 待会我会展示给大家来看 还用吗 不用了没事 我稍微借一下 没关系 我怕一会把这个浪费了 哇 就在这签吗 可以可以可以 签脸上 别别别签脸上有点不太好 如果我的照片你可以签脸上 挡一下挡一挡更好一点 我来给大家看一遍 我一直想把我的照片签名就签在脸上 各位可以看一遍 哪个机会可以 好小心 签名照片 待会会有五名幸运观众会获得 好不好 然后待会罗靖签完这个之后 还有一件事 要劳烦他去做 那我帮 谢谢 待会就送给你们各位 待会送给你们啊 别急别急 下面就是我开场的时候承诺给大家的 你也不想让我就是特别没面子 对 这个我帮你拍 帮我拍吗 你的照片拿回去可以扬眼 我的照片就只能辟邪了 别别别 我们一块辟邪 你自己来还是我帮你拍 是真的要拍吗 我帮你 我也是刚学的 先把这个拉开 对 然后你可以自拍 还是我帮你拍 我的天哪 我还真的不会 但我这两天我学会自拍 那我觉得你可以试试自拍 真的自拍 完全全面有你操作的更有真心一点 我帮你拍吗 谢谢 我跟你讲我拍出去可就不一定哪里了 我可能拍后面灯管 可以没问题 我看我找一个最好的角度 如果我要是拍的不好的话 你别怪我 来 一二三 好了吧 稍等 新鲜的 新鲜的 是什么 要拍他卖萌的 要这样晃吗 要拍他卖萌的吗 哎呀我不敢说这句话 万一他 但是我跟你说 我听说我有一次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说拍立得不能这么晃 其实这个晃其实任何作用都没有 那你该多长时间出来的还是多长时间 那你怎么现在还在坚持这件事 因为我现在棚里有点热 我在扇扇呢你知道吗 就是 那你就在这扇一会吧 来来来 我看你真的是好像有点热 是吧 哇 这样扇其实作用不大 对确实没什么 来给大家看看 已经很快成像 我虽然我说实话 我虽然没有把 罗靖拍到很大 但是我觉得这个比例啊 是很有艺术的感觉的 对 我只能这样来为自己解一下潮 对 我看 你看你看 你看一看就是那个 那个对 就是大师 对我跟你讲 说实话这张照片啊 就你看这个照片拍的 你看 怎么了 你来解释一下 你看有脑袋 对 有身子 哇 有耳朵 啥都有哎 我真的是气了 这五官一个都没少 各位 太厉害了 五官一个都没少 足够说明我这种技术的高超啊 我准备把这张照片留下来 待会我自拍一张我自己的优势去 哈哈 跟大家看了一下 其实呃 待会会为大家送出我们罗靖间签名的 亲密签名的照片 还有这张拍立的照片 其实今天最重要的是 我帮你们签上吧 哎 这个一定要有 要干了签还是现在签 我觉得在这就可以 应该现在就可以签 应该不行的 等他干一点 等他干一点 你接受对比我打扰你了 没关系 没关系 我们直播间很随意的 是吗 我先走了 别别别别别 没到这个随意的程度 吓死我了 家宾没录完节目就要走了 吓得我一身冷汗 那其实今天我罗靖请到我们直播间来最开心的事是因为他带来的我们的鹤立华庭的这部剧 也期待大家能够多多去关注我们这部剧多多去关注罗靖以后的作品 然后也更希望所有人其实是真心化了 可以像我们罗靖说的一样的每个人都开开心心的 对 每个人都开开心心的 不管你是看剧也好 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也好 只要你给我开开心心 你可能每一天都能可以看到罗靖的这张照片一样那么开心 我觉得就很满足了 对不对 OKOK 再次感谢我们罗靖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那我们最后再来向大家最后推荐一次 各位就在我身后这个大屏幕之上 这四个字其实很简单读啊 叫鹤立华庭 各位一定要多多关注 谢谢各位的关注 谢谢各位再见 谢谢